考不同成绩爸爸妈妈的反应 这个好呀 我提前知道了 以后回去就没那么容易挨揍了 当我考零分时 完了完了 考试不小心睡着 考了比例还大 待会回家我就 小鱼儿你回来了 这次考试考了几分呀 快拿给我看看 结果成绩还没出呢 都放假了成绩还没出 还想骗我 戈壁邻居的孩子都拿视觉回来两天了 好吧 看来是瞒不住了 妈妈这是我的成绩单 你看我千万别生气哈 什么 你居然考了零分 看我不打死你 我还要惩罚你洗厕所 不许吃饭 爸爸的反应 爸爸我这次考杂了 东宫你看到成绩 能不能不要跟妈妈一起混合上打我 乖女儿 爸爸怎么舍得打你 来给我看看你的成绩 好嘞 我就是他爸爸最烫的 什么 你居然考了零分 你不是我亲生的吧 怎么智商全一穿你妈了 爸爸你这块我要说告诉我妈 你会比我还惨的 乖女儿 考试成绩并不代表什么 现在不行 我给你补习啊 哪不会的爸爸教你 看来以后考了零分还得找爸爸成交 爸爸最好了 再看看考六十分时会怎么样 小鱼儿 快把今天的成绩都拿出来 要是再不及格 你就等着试腾条焖猪皮吧 那还好 妈妈我考了六十分 及格了 什么 才考了六十分 小鱼儿 你是不是最近又偷偷玩电脑了 看我不把你的电脑玩具全没收了 你花钱一减半 还有这堆习题 全部做完 爸爸的反应 小鱼儿这次考了六十分呀 不错不错 有进步 爸爸奖励你去游乐园玩怎么样 哇塞 考六十分也有奖励 果然是我亲拜 这里的过山车 胖胖车 选择木马 你随便玩 童年就应该开开心心的 考六十分 爸爸妈妈的区别也太大了吧 小伙伴们 你没有考多少分才有奖励呢 你再看看最后一个 一百分 考了一百分 那肯定是家里的大爷呀 一定要第一次 拿给爸爸妈妈看 妈妈妈 这是我的成绩单 哇 小鱼儿你太棒了 终于给妈妈争气了一会 急心累了吧 来 妈妈给你做了大餐 全是你最爱吃的 谢谢妈妈 妈妈 我能开一会儿电视吗 可以可以 随便看 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爸爸的反应 哇 乖女儿 你居然考了一百分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我要奖励你六花钱翻倍 还有你最喜欢的迷你世界 里面的皮肤随便挑 爸爸都给你买 原来考一百分 待遇这么好 小伙伴们 你们考不通常精神 爸爸妈妈会怎么对你呢 嗯